烤肉食材放上鐵網 烤得滋滋作響香噴噴 中秋節到處都舉辦大型烤肉 台南東區去年大型烤肉 滿滿都是人 不過今年登革熱大爆發 防疫人員全副武裝 每天深入社區 在民宅喷藥 台南登革熱疫情暴增 讓民眾質疑 這樣還要繼續烤肉嗎 我也是會煩熱啊 就想說他安排得很好啊 我們一定有跟我們保證 他台北都有出來掃 全台登革熱疫情爆發 台南28號就新增了325例 一共已經累積1196例 到現在還在高點 但部分區裡跟社區發展協會 仍在中秋節晚間 在公園有舉辦烤肉晚會 讓民眾質疑 是否無視疫情嚴重性 穿這個淺色的長袖長褲 然後噴灑防紋 容易滋生這個病霉紋的積水容器 都要清除乾淨 登革熱疫情還在亮紅燈 但烤肉不停辦 提醒民眾穿淺色長袖衣褲 一邊烤肉一邊防紋 記者賴慣裝台南採訪報導